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最近有时间都会打开崩铁玩 有时候一个玩顾头硬是压缩了打开其他游戏的时间 但是该评测的我们还是得做 错误游戏 Reset 游戏开发商为大名鼎鼎的SEGA 曾经的家击霸主 以及那罪居代表广为人知的蓝刺蝟 那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找RT大大作的关于SEGA发展史 或者其他人的影片 这边就不展开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也有一台Game Gear 游戏好玩是真的好玩 但当时这款掌揭设计非常的耗电 而且又很笨重 常常拿出来完没多久 很快就会放回背包了 还记得当时有个朋友要跟我交换游戏 我开心的寄给对方 满心期待等待回信 结果等着等着 他人就不见了 就这样被骗走一片卡带 友谊的小川说翻就翻 而SEGA他们家很多主戏游戏其实都挺有名的 但本次是手游评测就不多提了 SEGA其实在2000年就已经记录手游市场 但当时的手机还没有进入智慧型时代 还是传统的智障型手机 游戏的玩法也就是简单的类型 而比较接近现代一点的就是 10年的MLO游戏 《王国征服》 画面看上去真的挺有年代感的 但在当时这个画面其实已经很好了 毕竟当时的手机性能可没像现在这么变态 Apple的手机也不过是iPhone4这个等级 而且那时候手机容量都很小 游戏的本体普遍也不太大 不像现在随便就是1G起跳6G保底的 2013年还有一款热门游戏 虽然现在看上去画面也很一般 但实际它玩起来还是挺有趣的 当时这款随便愿营收也是破亿的作品 我也有入坑过日版 但主要当时同时在玩《龙族拼图》 实在是刻不动两款游戏 玩没多久就退坑了 而目前SEGA手游营收最好的 就是2020年上架的In Game 《世界计划》《兵分舞台》 FIT出英未来 在上个月日服还有约将近4亿多的台币 在这个月也还有微服的成长 真的是挺强悍的 虽然海外的表现就比较一般就是了 那就来正式讲讲本身游戏吧 开头采用很经典的logo加那个SEGA音效 SEGA 以及后续游戏也是维持这种基调 怀旧感是直接拉满 之后画风就会切合错误这个主题 会有大量的电子闪烁跟黑白格的效果 游戏的世界观与激情 是以游戏本身构筑的SEGA宇宙 有别于像传统的联动IP一串肉粽那样 将一款IP游戏内的角色都塞进来片刻 这次则是将旗下或者其他厂商的 游戏IP本身擬人化 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将品牌擬人化 像是Seven的OpenJung这种形象的代言 以及游戏的玩耿自嘲 把自己SEGA本身设定为反派 作为控制世界背后仪器的大魔王 透过虚拟的电子世界影响原先的大宗认知 而玩家必须透过不断的击败 修正被他们控制的坏IP 将它们变成好IP 才能还原被SEGA改写的现实 架构上还有挺有那种赛博旁客的味道 而仔细想想 这样的设定其实是蛮有代入感的 毕竟现实中 玩家的对立面就是厂商 连接两者的就是游戏 而玩家找的机会就是想骂爆厂商 另外这个设定也让我想到之前的动画电影 2012年的《无敌不坏王》 也是一部将各游戏串联起来的作品 挺有意思的 感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看 再来就是游戏的立会风格 这角色画风一看就非常眼熟 不少人应该也能猜出来 是初次同为飞染天空的画师 他过去参与的作品也很多 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找找 但厂商常常都不太懂玩家喜欢的点 很爱用各种数字的界面 把立会挡得实实的 只能想仔细看的话 还必须层层点进去 对我来说这是个蛮劝吞的UI设计 但确实是保有那种我对日本游戏的认知 那种独有的层次感 而虽然游戏这样的人物设计想法 说白来就是作为一款 以SEGA游戏编年史为卖点的作品 但老实说 真的能对这些游戏 如主加征的铁粉老玩家 平常应该也不太会玩手游吧 那如果是想拉新玩家 其实又会缺乏对这些老游戏的铺垫 这让我有点难理解厂商除了赚钱以外的意义 像我本身对SEGA游戏并不是很了解 虽然你可以透过游戏内的剧情跟人设 来交代解释一切 但如果本身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话 还是明显缺少带入感 就像我现在随便拿一个随身听出来讲古 肯定一堆年轻观众会觉得 这是什么鬼 而他这种挨拼女人题材 本身并不是太戳我 让我看了满头问号 找不到一点兴趣跟共鸣点啊 而主界面算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设计了 可以调整并固定视角 虽然没有从下检视的禁忌视角 但还是有这种不错的旁观角度 看上去还是挺型的 不过常常会莫名跑掉 果然是一款错误游戏啊 而这游戏的3D建模画质其实并不高 稍微显得有点粗糙跟明显的趣旨感 还有大啦啦的穿模 身为一个大肠的建模师是否有点太偷懒了 而且作为一款游戏的门面 确定不优化好一点吗 还是这就是你们收购愤怒鸟的目的 想多招揽一些手游开发的人才 未来搞什么娘化愤怒鸟来大战赛马娘吧 这脑棒可以 很日本 我会喜欢 而游戏我本来以为主打的剧情线会比较丰富一点 但其实就是稍微精美一点的纯纹制演出 对话是偏向日常灰气的那种内容 不排除可能有些SEGA梗 但我个人是看不出来 整体表现比较一般 而战斗玩法是弹幕射击游戏 我本来还以为是款in game 看上去就有种把过去老游戏的子战跟怪物 直接硬拉成3D模组的呈现方式 画外表现上也显得比较老旧 继续维持那古早的电子感 而虽然画面的观感不佳 但得到的最大效果就是 长时间玩都不会发烫 这我都不知道算不算是优点了 毕竟最近很多大作都是附带暖暖包的功能 而本身战斗的射击玩法对操作要求并不高 还是那句话 能闪的不用你闪 不能闪的就没有要你闪 甚至还限制了玩家的移动范围 用来提升难度 而美关也有设定时间限制 所以你不太可能靠凹操作来打过去 站立不够 该打不过 还是打不过 所以看是射击操作的玩法 还是更偏向传统养成角色类 而且站立提升后 就可以纯靠自动推涂就好了 玩起来更像一款放置游戏 这也让我想到之前收摊的暴力魔女 当时她也是卖数值太严重 希望厂商不会朝这条路上越走越歪 而客金方面 持之有些老面孔 像是这个奇奇怪界 它是一款经典的老游戏 我里面也只玩过这款 毕竟我还年轻嘛 而游戏时抽虽然不到700元 但没有所谓的大小保底 硬要说的话就是可以抽200次以后 去兑换当期角色 但这个抽数无法继承 也没有办法像妮几那样可以囤起来放 而且又是经典的抽碎片 老实说这是挺劝退的 真的是该复古的地方 那是一点都不会 潮流还是得继续跟上啊 结论 欲买桂花同在酒 终不是少年游 我不知道当时上架前 有多少人是期待或者现在在玩 虽然我当时看到预告就提不起劲 实际玩后更坚定的信念 游戏总是给我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 像弹幕设计的画面设计上 它有复古感 玩法也显得沉闷 拉不开跟其他游戏的差距 而单纯喜欢莉慧风格的话 又有肥染天空这款 有深的一流剧情可以看 另外没法跟角色进一步的互动 外加抽卡资源其实也不多 所以不太可能当那种 纯纯的老婆养成游戏 只能说想法有趣 但整体差强人意 加上我最近玩崩帖比较入名一点 虽然游戏类型完全不同 但一时半会有点抽离不开这种沉浸感 那崩帖测评完案我也在同步写了 一如既往再等子弹飞毁吧 毕竟没玩个30小时 我可不敢评价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嗯 嗯 ri about 系 死 这 可是